大家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三,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情况,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消息面呢,英伟达持续下跌,木头姐继续逢低买入,那么周二呢,是通过两只ETF买入了超过3.1万股股票 按收盘价计算,价值呢,超过420万美元 那上周四的大跌中呢,他买了29万7818股啊,当时的价值是超过4150万美元 那么英伟达在技术面呢,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下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肯定不能像木头姐那样去抄底英伟达 哈,因为这点钱对他来说,体量比较小哈,那我们呢,还是应该遵循可能的右侧交易的一些机会 去做一些反弹波段,或者是可能的多头,或者是牛市中的一些波段 对吧,那么现在呢,还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那一会我们再看一下他的K线图 另外一个消息面啊,比较重要,谷歌的CEO暗示将裁员,希望将效率提高20%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CEO桑达尔表示,他希望让公司的效率提高20%,这可能包括裁员 因为在多年来的快速招聘后,公司正面临着一系列经济挑战 他呢,在洛杉矶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和广告支出普遍放缓之际 他考虑如何让公司更有效的运营 他说,我们越是试图理解宏观经济,就越会对他感到非常的不确定 并补充称,宏观经济表现出与广告支出、消费者支出等相关 虽然他认为宏观经济因素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 但他承认在员工人数激增后,公司效率已经变得更慢 我们希望确保作为一家公司,当你的资源比以前更少的时候 你会优先处理所有正确的事情 你的员工真的有生产力,他们可以对正在做的事情产生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花时间做的事情 他表示,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我们可以放慢做决定的速度 你要从头到尾的观察 找出如何使公司的生产率提高20%的方法 上个月有报道称,谷歌的管理人员最近开始明确告诉员工 要么好好干活,努力让业绩达到预期,要么就准备好被裁 据说谷歌的高管警告手下 如果第三季度业绩不能达到预期的话,就会开始裁员 好,那其实媒体广告行业是经济先行指标 因为企业会根据自己的一个营销的预算调整 或者说对未来前景的一个预期,对订单的一个预期调整它的广告预算 那谷歌作为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 效率需要提升啥意思 赚的没原来那么多了 所以这就是经济衰退的一些先行指标 一会我们对谷歌公司的图形再看一下 我们都记得美联储的重要的目标之一 就是打压通胀 那么在通胀打压的过程中 这个叫离职 这叫11月率会不断的提升 那么你看国家公司是不是有这个计划 那之前我们对于生产端的一些 比如刚才钢铁行业的一个新闻 全球第二大钢铁集团 他说现在不想再增加产量了 因为太贵了 刚才矿产的成本太高 客户又不愿意买了 所以开始考虑减产 把这个现有的库存先去一下 那实际上这就是生产端也是在减少产量 开始慢慢的优化 也就是说裁员 所以加息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裁员 也就是说失业率会提升 所以这就是经济开始逐渐衰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些现象 已经开始显现了 看到吧 科技龙头谷歌也开始这么考量了 考虑了 好 我们回到大盘的表现 我们看标普白指数 今天盘前是微涨0.19% 那这样的一个涨幅 实际上还不足以让我们去逆转 当前空头波段的一个整体的趋势 或者叫态势 我们呢 仍旧希望他能够给出像样的右侧止跌点位再去做 那加封MCD还是一个死差 因此呢 即便他有些滞后 但是连粘合的迹象都没有啊 连收口的迹象都没有 所以是不能去看强多的 当前我们的美股大盘正处在一个临界位置 因为有一部分交易者认为啊 这是下边有支撑啊 后续有可能走多啊 那这可能是新的舆轮的多头啊 这是一波多头的回撤 是吧 这是一类看多派的一个思路 那有一部分看空派的呢 觉得不靠谱 整体上呢 还是一个没有创更高点位的一个整体的下行走势 是吧 那这波啊 即便是给出一些多头的一些上行呢 可能都是一些短期的反弹 那后续呢 还要继续看空 怎么样 市场是不是有两种非常明确的声音呢 我敢说是的啊 我们上一波的多头波段呢 其实我都是有些谨慎的啊 我都是有些谨慎 不愿意去看多啊 愿意看空啊 那么近期呢 确实给出了一个空头波段 那当前呢 又再次运动到一个博弈位置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招待着 我们的原则 或者说交易的策略非常简单啊 就是等待下跌趋势波段的一个右侧点 再去考虑是否做度啊 那么在左侧都先把它当作下行过程中的反弹 这不就简单了吗 万一他就真正的绝对底呢 那你没看到这上行过程中都会有回落吗 是吧 下跌趋势线被突破都会有回落 你招什么急啊 是吧 有人说啊 就想抄绝对底 你复盘一下自己 你有那本事吗 你肯定就没有 对吧 你哪一波你抓到一个绝对底了 那都是靠运气好吧 你当你觉得他是底的时候 突然跟你跌一下 是吧 当你觉得他是底的时候 你又犹豫了 就不敢抄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还是找一些右侧点面 做一些 抓一个比较明显波段的 百分之六七十 百分之五六十都行啊 不要抓百分之一百 多累啊 对吧 你现在休息多好啊 对于多头来说 是吧 不要去抓 对吧 就等右侧 多好啊 多轻松啊 是不是 不行啊 我就要证明我自己是高手 我就要能抓到 那你抓呀 你抓呀 对吧 所以啊 这个理想和实际的操盘能力 不是一回事啊 我们还是要敬畏市场的一些选择 市场走牛啊 走熊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之前说鲍威尔 他都得要看看数据才决定 到底怎么去玩这个股市 是吧 或者是拜登总统突然跟你补一刀 或者是支持一下鲍威尔 那看当天就可以暴跌 对吧 所以你有些突发的东西 你是把握不了的 大家思考一下 所以要敬畏市场 市场呢 除了K线图本身的一个技术上的规律之外 它还有一些突发的东西 特别是那些领导人随便就跟你讲一句话啊 就配合美联储 他都是有可能的哈 好吧 我们还是要相信技术位的一些走法 不要相信啊 绝对的抵货 绝对的顶 难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之后呢 你本应该更轻松的去参与博弈哈 可是你却特别计较那个绝对的顶和底 这就没必要了 没必要啊 没必要 放轻松 不要天天想着报复 不要天天想着一下就赚很多 能吗 不能哈 因为人还有好多缺陷呢 弱点 他不能在这个交易中完全的克服 你考虑这一点 你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或者叫完美主义者 好吧 好 我们继续等待就可以了 那你说这个位置 万一再弹上去呢 弹上去就弹上去 让我看一眼 弹上去 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强度 对吧 多头你显现出你的能力来 行吧 很显然我们应该做一个 右侧交易者会更轻松啊 好 思路和这个 呃 叫意识上要调整过来 那价格指数有没有可能是低 同样的原理 你看 这个支撑区没有把它支撑住吧 哎 它砸破了 所以现在呢 又到更低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 你猜底猜不到吧 等待右侧会更好啊 说后续万一走无序震荡呢 也有可能啊 熊市的表现形式有两种 一个是这么直勾勾的下行 一个是不愿意再直勾勾下行 开始无序震荡了哈 走出一些 比如收敛三角形 困难三角形 举形 菱形 各种形态哈 但其实各种形态 除了那些比较规律的形态之外 你很难把握无序震荡的哈 因此我们说 当前的资本市场的风险呢 是高于我们之前牛市的 对吧 所以有些呃 大大资金的或大机构呢 他就干脆的不做了 或者很少做啊 通过小仓位去博弈一些可能的小波段 就可以了 因为他不是绝对的牛市 你至少肉眼你能感觉到吧 他不是牛市 有人说啊 这个跌了这么多了 后续要找牛市了 也不是没可能 那你看这空头 他跌的也很深啊 这是牛市吗 跌的太深了 就不像是牛市了啊 无序震荡倒是 也是一种选择 对吧 但是大资金 大机构 他掉仓呢 他没那么快 所以呢 他是只能小仓位去玩一玩的 对吧 你看木头节 不也是一点一点的买一点 建一些长期的仓位吗 他不频繁的去买卖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技术走位呢 是符合技术上的预期的哈 下跌 下边有重要的支撑区 给出一些小的反弹 但之前图上的mcd 还是一个死叉 因此呢 想要形成真正的多头波段呢 务必呢 去强势的突破 我们的下跌趋势线 我们的下跌趋势线 有两条 一条呢 是比较大的这个下跌趋势线 一条呢 是我们近期局部小空头波段的 一个趋势线 我们之前说就要波段话处理 我在宏观层面 给出了大家的一个宏观判断啊 不能先看强多呢 是吧 你看他就跌了下来了吧 你不能看长线趋势呢 对吧 那什么时候能看长线趋势 现在我也猜不到哈 不要想太远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这个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呢 在下方给出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弹 那今天呢 应该延续这样的一个反弹 继续往上测一下 应该优先去做一个日内的小多头 就可以了 那么空头呢 也可以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阴线出现的时候 再做一个小空 是吧 优先先看多话 那我相信在 昨天尾盘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今天 压周时段呢 给出一个直接的信号 你应该去优先做反弹多 是吧 就可以了 黄金呢 不能看太远哈 为什么呢 我们的美元呢 再创新高啊 今天呢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110.698 看到吧 这些日线图 不断的创小新高 这些创小新高的这些日线呢 意味着多头在引领行情啊 那我们的大盘也是一样 我们再看一眼哈 有的人看不懂大盘 看今天这个日线啊 这标普 这个日线这个低点 是不是又创了一个 近期波段的低点呢 那是空头在试探 创新低呢 对吧 比这个低点更低吧 你看数字表示 这不是多头强势的表现 多头也应该这样 不断的创一些多头 不断的一个日线的一个高点 更高更高更高 这就是多头 那更低更低更低 那是空头更强 略微强一些吧 那至少不能显现出是多头强吧 你看 他测试了一个新的地点 对吧 好 那对于黄金来说呢 啊 也是如此啊 他没有创新低 那应该去创 看看能不能给一个日内的一个反弹多 那美元指数呢 他创不断的创新高 那你不能看空的吧 对吧 那么美元指数呢 在货币政策会议 发言的时候等等啊 都会涨 或者是啊 怎么样啊 反正就是加息吧 加息就整体上 宏观上是看涨 是吧 我之前那种比较爱好和平的那种思路呢 不现实 是吧 人家美国不愿意那样 人家继续要收割 以支撑美国的发展 但我是 我是头头 我也会这么做 我凭什么让开别人呢 我让开别人 最后我被别人剥削了 也不行啊 所以啊 维持一样的优势 也不是说是错的 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天然气 天然气多天暴跌了啊 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的仓位处理就是31哈 跌破31就跑了 那接下来呢 应该继续洗盘啊 下方还是比较开口的死差啊 那么后续想要恢复到多头 也要画好这些趋势线 下跌趋势线 跟一下 对吧 原油呢 原油这个不争气的是吧 原油这不争气的 又下跌到了86块钱一代 那又创了近期的一个低点啊 我们看到低点的时候 怎么办来着 就是说还是不知道啊 说你这么话有效吗 你甭管有没有效啊 反正就宏观上告诉你 你不要着急看场强度 就这意思 那后续能不能谈一下呢 谈一下也就先测试下这个曲线 是吧 能上去吗 我看学员啊 日线图MC已经是死差了哈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能做一个短多吗 哎呀 做一个也行吧 做一个也行 好吗 那么阻力位呢 可以画到这 行吧 反弹一下 做一个小短多 也是OK的 我们下跌小趋势项 可以画一下吧 画一下也行 那画一下的话 你就不想做了又 是不是 你又想 突破上也在回踩 一下再做 是吧 所以现在怎么做 有点偏空哈 感觉 好吧 多头应该等待突破 回踩 再直接再做 也OK 但是如果你已经 现在做的话 那只想要小一点 去做一个反弹多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哈 AMC这个图呢 我们让等来着吧 说这啊 形成双重底吧 那没形成吧 昨天这个 K线又创新低了吧 这是AMC哈 我们把右侧打开 那怎么办 继续等 台上去继续 重新开始数 数一个底 对吧 不行吧 这个偏空吧 这东西得等啊 我们看一下奈飞 我不都把那看了啊 奈飞是不是在回落呢 有人说是的哈 这回落还没止跌吧 没有吧 我们的下跌趋势项 还有效吧 有效 那什么时候止跌 等它止跌向上的时候 你自然能看出来啊 不要去猜 这个股你更猜不到哈 更需要趋势线去指引 那没准它给你跌回来 跌到最底下都有可能啊 也没准就在这止住了 但是呢 止住还是我们下跌趋势线来 界定它会更好一些 不用去猜哈 你就看线就行了 我们的老粉丝都明白哈 新来的 他什么玩意儿哈 说的 我们看一下OXY OXY是不是也在跌呢 下跌趋势线话 OK了 不用想太多 好 我们看一下铝 铝是不是跌下来了 是的呀 我们对铝什么看 看完来着 先看空哈 不是 先不能看强牛市 对吧 这是基本的规律 那熊市呢 也有震荡啊 那么近期下跌 还在下跌哈 所以不能看强度哈 C呢 C今天盘前又下跌了 那这样的话 再跌的话 那就跌破左侧了 快哈 这边下跌就现在有效吧 有效啊 这边上涨 无力吧 无力 为啥呀 那就有这种情况啊 你甭管为啥 反正个股就这样 个股千变万化的形态啊 各种形态都有 我们看一下 MAR MAR 下跌呢吧 没上去吧 其实现在还有效吧 稍微微调一下 也OK啊 继续等待吧 万一再下来呢 是吧 上一波波段话处理 你处理了 没用 没处理 那就协业了哈 那没办法 现在一轮的多头 应该等待右侧吧 没给出呢啊 AMD呢 AMD 昨天也是银线吧 昨天下跌1.89% 能不能上去 等待右侧呀 下跌圈线 等右侧呀 但是我们发现啊 这大型下跌圈 也压着它了 所以又要重新开始数了吧 突破再回落才行 是吧 所以真正的多头 还没进场呢 看这些图 你能感受到吧 真正的右侧点位的多头 还没进场呢 主力资金还没进场呢 你能看强牛市吗 还不能 顶多是无序震荡是吧 是吧 一定要理解这些图的意图 一定要理解 主力资金是右侧点位的比较多 左侧的都比较少呢 都是常识性的建仓呢 是吧 右侧点位才是重仓 是吧 SQ呢 不行哈 SQ也是空头 SQ干脆就没有突破到这个大型下跌圈线上方 在下跌圈线左侧呢 你能看牛市吗 你看我们这些都是热门股 热门股它都不在意走强牛市 你说你怎么办 顶多乐观一点 是无序震荡是 是吧 好我们再看一下高通 高通走牛市了 上一边确实冒上去了 但他们又弄下来了呀 这空头一点都不亚于这多头的力度 空头也很强 看到吗 上一来下来 这就是波动化处理 这就是无序震荡 那万一再跌破呢 也是有可能啊 有可能吧 空头确实现化好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木头姐超不超底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只不过看一下她干嘛呢 是吧 消息面我们就是看别人怎么想怎么弄的 她关我什么事呢 我们就看一下 你也不能完全与世隔绝 就完全不看消息面了 是吧 看消息面不是让你相信她 或不相信她 你就是想看一下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你只要能啊 对外在的信息既想知道 又无所谓 你就OK了 趋势现化好 给出优特点位 没有 给出优特点位 也不能看多头呢 为啥 这一波下行 它创新低了呀 震荡下行了呀 那你是不是又得重新开始看突破回踩的一个情况了 是吧 这是空头行情 看到吗 这是啥股 龙头科技股 科技龙头 科技龙头在找熊市啊 还能看强牛市吗 看强牛市是不是得再等一大阵子了 突破回踩 带着地下 那对对 好长时间的 是吧 别着急吧 那你说大盘走牛市的概率高还是低 低 走震荡市的概率有一些 走熊市的概率 好像也有一些啊 继续走深低的概率也有一些啊 所以 不要太乐观 我们看看木头姐的图 木头姐 她这个 她这里边是股票级是吧 她认为的好的股票的股票级 她走牛市了没 没有 她直勾勾下行了是吧 突破了一下又回落下来了 是不 突破也没用 突破它也是个下跌中继 这是一个收敛的先行 下跌中继嘛 什么叫中继啊 这个波峰没有创原来的高点的 没有突破原来的高高峰啊 它就是个下跌中继 那有啥用啊 突破 突破就让你看一下 接下来能不能再创个新低 再创新低 就把这趋势线调整到这波峰值 就这么 就这个意思 非常简单的一个思路啊 那万一再直跌呢 直跌我们看这个局部下跌趋势线的一个突破情况 他不愿意创新低 说明先走一些无需震荡啊 是吧 你看 ETF 这说明里边有好多热门股票 热门股票的总体走势都是这样的 你能做牛市吗 不能 那为什么特斯拉那么猛啊 我们说过啊 特斯拉是热门行业中的龙头 钱可能都集中在少数的股票上 那特斯拉就算其中之一 我们能对特斯拉看强空吗 概率有 但低 我们说过啊 比普通股票要低一些吧 那能走强牛市吗 也不是说不考虑走强牛市 但是呢 能能应该降低一些概率吧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些波段化的操作吧 我们复盘一下这图 逃顶 再冲到这 再逃顶 再给一次机会逃顶 新的一轮的多头波段在这做的 对不对 再逃顶 再逃这边波段的 那新的一轮的空头还没结束呢呀 等待右侧再做吧 所以这是一个啥呀 波段化交易吧 谁在给我扯他的投资价值 暂时没看到哈 这这边熊市 结束了吗 还不清楚啊 还不清楚 真的还不清楚 好吗 如果大家都在裁员的话 裁员意向刚刚启动的话 我是觉得 先不要那么乐观 因为美股啊 它跟经济面呢 是差不多的哈 是吧 对吧 它跟基本面是差不多的 不能逆向的去思考啊 最后我们把这谷歌再说一下啊 谷歌这日线的时候 给人什么感受 你看当时我们说 高位减减仓 不要再长持是吧 大家停来着吧 没听的话就麻烦了 就跌了一下 跌了一下 近期又开始无需震荡了 那你说 你说能看牛市吗 还不能吧 是不是 先要看接下来这个支撑区域 它的一个支撑力度 那这样的话 它有可能跌破呀 下方日线 MCD是个死差啊 当然我们应该假设 它当前的这个震荡 还在继续哈 在震一震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现在不是牛市吧 就是说确实不是牛市 那就得了 好吧 这些龙头骨都没走牛市 你说你还看牛市 你是不是傻呀 走牛市的时候 我都看 开始看牛市了 到时候 你也不用着急 自然你会有大量资金入场 真正走牛市的时候 你干嘛非得你自己去用那点小钱去扔一个大牛市呢 好吧 不要做傻人啊 先做一些波段话 我是觉得比较符合当前的状态 真正走牛市的话 大家会有感觉的啊 你就会有感觉的 好吧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了 拜拜